苏丹红辣椒粉的食安风暴至今还未停歇 那卫福部食药署前天要求了全台校园 营养午餐禁用辣椒粉一个月 这期间呢来彻查了国内相关的产品 食药署副署长林金富强调 查完这一波保证市场没有违规的辣椒粉 而卫福部次长王碧胜就表示 杜绝苏丹红事件必须要从源头来阻绝做起 截日起呢边境会采100%的逐批茶宴 验出了韩苏丹红就会禁止进口 会来延长禁止进口的实现 如此一来才可以有效来恶阻违法的业者 我们看到现在呢苏丹红的风暴持续的延烧 几乎可以说是每天一爆了 都有新的店家沦陷 这个台南的老字号BB13香辣油 也使用到了苏丹红 而且卖到了全联已经超过了17000多罐 那么一直到昨天上午 其实在货架上还可以看得到 而嘉义市的卫生局呢 在这查出了有一家鸡排店 使用到了金站跟加广这个贸易公司的胡椒盐 有70包那么已经吃掉了58包 而现在苏丹红的流传的范围实在太大了 好所以有业者呢就提前来这个 做出一些举动 好包括连锁素食店顶呱呱 自行下架了胡椒粉跟部分的商品 还有肯德基也已经跟进 连锁大卖场殖民BB13香辣油 但店员说不卖了正在紧急下架 有的门市店员还是一头雾水说没接过讯息状况外 这都是因为苏丹红风暴越阔越大 台南市卫生局发现老字号BB13香辣油 使用到苏丹红 卖到全联17000多罐 不分批次全数下架 还有嘉义市这间鸡排店 卫生局查扣一包包 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粉胡椒盐 业者从金站加广进口 胡椒盐60包辣粉10包 58包全用完恐怕超多人已经吃下肚 已经转售到其他的县市 所以我们也已经通知其他县市的卫生局 来协助下架回收 全台各县市都在忙着 稽查下游厂商和制造商 苏丹红流窜全台 北中南全台沦陷 将近40家业者进货有毒原料 在制作成黑白胡椒粉 辣椒粉 咖喱 香料 各种粉 知名食品大厂从夏威仙到海底捞 八方云集等被波及 范围已经大到 查也查不完 稽查似乎也遇到瓶颈了吗 知名连锁素食店顶呱呱 自主性胡椒粉部分商品占领供应 求自保 肯德基也跟进 街舞检验出苏丹红原料 但为了更加保障消费者使用安心 我们也针对可能有疑虑之评项 也以自行送检中 苏丹红食安风暴不少知名业者沦陷 小吃鸡排吃下肚 加上知名的BB13香腊油 最惨的还是被蒙在鼓里的老百姓 不知道已经吃掉多少有毒的工业用燃机 记者侯关宋美城 王淑红南部综合报道 好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行政院食安办主任徐甫呢 他就说国际呢 把苏丹红跟咖啡还有茶呢 致癌风险是列为同等级第三级 没有确定这会致癌 引发了轩然大波 桃园市的副市长苏俊斌 他就指出 苏丹红呢早就被列为 是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 这跟咖啡还有茶来作为类比 非常的不恰当 而台北市长蒋万还有云林县长张立善 也表示不认同 同时也说 这对茶农还有咖啡农是一大伤害 看到这个含有致癌物的工业染料 苏丹红的风波狂烧 那不仅辣椒粉大幅的沦陷 现在呢就连包括胡椒粉 胡椒盐也都遭殃 如果呢你之前不慎的吃下了苏丹红的民众 那么林口长根医院的临床读物科主任 盐宗海医师他就建议要多吃高纤维的蔬果 来加速代谢排出体外 同时他也补充消费者可以分散风险 选购的时候呢不要只挑单一的品牌 同时也要避免购买过于鲜艳 或是价格过低的产品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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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